歡迎收看國際大會好康來的 今天一定要鎖定我們的FB 因為有大獎要送給你 為什麼今天要做這一集呢 是因為秋天來了 很多人就怕冷 就穿襪子 對不對 就忽略去看他的腳趾夾 你知道腳趾夾變色 是會死人的 你知道嗎 我曾經看過一個日本的一個 這個健康節目 他就說有一個人那個腳趾夾 中間一條黑線出來 他覺得不以為意 後來那黑線慢慢變出 結果是一個癌症 是 而且在台灣人裡面 這一種癌真的特別容易長在 指甲下面或者腳掌下面 或者手指甲下面或者手掌裡面 像這位50歲的女士 她也跟大家一樣 她一開始十年前的時候 她就是腳趾夾裡面出現 一個小小的黑點 那一開始她覺得應該是不小心 踢到的黑線 一般人看到腳裡面有黑點 臉都是這麼想的 她也就放著不理 放著不理十年之後 本來一個小的黑點臉的黑線 越長越大 越長越大 後來變成整個甲床都黑了 後來她的兒女看到不得了 說你這不對 怎麼可能指甲下面 變成黑這一大片 就逼著她去看醫生 結果這麼一看醫生才發現 這不是黑線黑十年 而是她十年前其實這個 可能有一點點受傷的地方 開始病變了 醫生說這個叫做黑色素細胞瘤 大家聽到瘤這個字 有時候有覺得瘤還好 對不對 沒有 黑色素細胞瘤 就是一種癌症 是一種皮膚癌 所以後來醫生說 因為一切下去發現她吃得比較深了 所以她必須截肢 才能把這個病灶清乾淨 這整個拇指頭要截掉 是的 如果只截拇指頭 已經算幸運了 可是更慘的是 截了之後才發現 她其實感覺局限在指頭 對不對 後來才發現其實她已經轉移了 她在胯下的左胯 我們叫港邊的淋巴結這邊 也已經有黑色素淋巴流的轉移 所以她其實已經是 不是一期了 是更二期甚至三期以上 我跟你講 我就是因為看了那個日本的節目 我從此對腳上的這種黑點 我就很緊張 如果她在這個時候去看 搞不好還有藥液 而且說不定可以不用整隻都截掉 但是她後來已經轉移到胯下 可是這個就更神奇了 就是說你看看這個像不像 老太太的手 這是一個澳洲十六歲的女生 她二十歲 她十六歲的時候 因為在學校遭到霸凌 霸凌之後就造成她很大的心理壓力 所以她不時的會啃咬自己的手指甲 而且她有時候會整片啃光光 她啃光光一開始大家也想要沒差 反正指甲會再長出來 沒想到這個反覆啃光光之後 有一天就發現被啃光光 沒有這個指甲保護的地方 變成黑黑的 爛爛的 開始變得很奇怪了 去給醫生看醫生才說 這個也是一樣 是枝端甲下黑色素瘤 也是一個黑色素瘤 而且醫生幫她做了三次手術 都試圖希望保住她這個手 所以她把它切掉之後 用人工再轉移的皮膚 就等於用一個移植的方式 把它覆蓋上去 可是做了三次方式 我發現沒有辦法 因為她其實不是吃得 像表面這麼淺 所以她還是得截肢 所以這種反覆性的 在枝端的傷口 有時候真的少數 很少數的人 她反而就後來變成這種黑色素瘤 所以她就是因為 反覆這樣做變成病變對不對 是這樣嗎 應該不一定是這樣子說 就是說其實這個 我們的皮膚的一些腫瘤 它其實分很多種 我們大家可以稍微介紹一下 但是如果你反覆的去創傷它 或者是有一些致癌的因子 在上面的話 確實是有可能 它最後會出現一些病變 但是這可能 可能有一部分是湊巧 就是她剛好這個地方有長 那她的皮膚的指甲 已經變得比較潰爛了 所以變成她裡頭 如果真的有傷口的時候 她未必可以很明確的知道 那個地方有一個黑色的 一個斑塊在裡頭 所以就很容易會延遲到 她就診的時間 像這個女生她有可能是 像我們在看癌症 為什麼會產生 特別是皮膚的那個 有些人像一些老伯伯 她皮膚一個小傷口 她就整天去抓 好了快好快好 又癢又去抓又爛掉 就反反復復 反反復復 通常一兩年之後 你大概找我們 再刮起來通通都變皮膚癌 所以剛才前面講的一樣 這個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像她的地方 本來一個黑色素細胞瘤 她可能是良性的 可是你反覆去咬她 你去刺激她 跟那個左邊也是一樣 左邊的一開始的時候 我想起那個時候 還不是癌症 因為一個癌症 不太可能會放到十年 才會變這樣 她是後來慢慢癌變的 所以美鳥姐你不用緊張 不是說 因為我不希望造成觀眾的恐慌說 因為我身上有痣 我就趕快把它割掉 不然我就死定了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你要觀察她的變化 她有沒有在變大 我的意思說這個病人 只是因為她自己在變大 她沒有在注意 她如果早一點來 我們還是可以用平平的 把它削掉就好了 不需要到節制 尤其在古人 在看這個指甲的時候 這個中醫有個講法 就是爪為這個肝 它這個肝延伸到我們這個末梢 這個就是金 所以我們爪 就是我們的金字語 所以它跟肝的代性 是有關係的 所以它的顏色變化 也就是表示我們五臟六腑 譬如說古人說 在我們的醫書上面 就會看到說 有些這個爪甲出現黑色的 那當然不是像那個 它一定是內在有什麼東西 反應出來的 對 所以我們在臨床上面 曾經看過都是像這一類的 黑色就是剛剛講了 五臟都中毒了 對不對 黑色的 然後如果太白的 沒有血色的 OK 就是皮腎陽衰 陽衰 對 陽衰到陽衰 這樣有個程度 就像剛剛江醫師說的 它是有個程度的 漸漸變不好 甚至於剛開始是指甲 顏色怪怪不不 到後來就混濁的 這些都是有一個 一定的病變的現象 真的 我覺得中醫師 在問診的時候 真的跟一般西醫生的邏輯不一樣 我也是在香港一個飯局 剛好現場也有一個是中醫師 朋友就說 那你給他看一看 這個人反正的身體 就是小麻病不斷那樣子 結果他就一直按我的手 我怎麼解釋 他一直按我的指甲 一直按我的指甲 看你的血色有沒有散 散的速度快不快 或者是有沒有淤淤在那裡 他就先把我指甲整個按到白了之後 放開 然後他看我反血的那個速度 然後看我那個顏色這樣 就一個手指頭一直給 他就是一直這樣子 因為他這個五臟六腑在後面 在我們的指甲 他其實都有對應到一個丈夫的 然後我跟你講多好玩 他跟你一隻手把脈 然後他一隻手 自己一直在那邊順 他在把脈 他這隻手一直在順 不知道在順什麼這樣子 你們很多撇步 也是很奇怪這樣子 我們也其實不是撇步 就是說我們會從我們人體 生病的時候 在五臟六腑他從指甲 從我們的這個指頭還有顏色 都可以觀察 觀察得到 甚至於有時候你看我們前一陣子 不是大家就說那個月牙嗎 有月牙 就是指甲木梢嗎 像一個小月亮這個月牙 比如說素青的月牙都不見了 可是你年輕的時候 你會發現月牙很飽滿 可是隨著年紀 精氣神 開始虧虛的時候 你就發現月牙比較小 這個都正常的 就很怕 忽然間月牙不見了 那我剛剛偷看了一下素青的月牙 就說前面大母哥二母第三 這到中指都還不錯 到A這個小指 後面兩指都不見了 對不對 可是他就要去記住 他以前是不是這樣 他以前如果有一點小小的 現在變得比較少 你最近比較疲勞 我從小時候五隻都有 到現在只剩兩隻有 真的 所以到底皮膚癌有什麼 有什麼樣的一些症狀 對 中醫是用這個痣來看身體的健康 但是痣本身就可能會造成所謂的癌症 就是剛剛一開始素青提到 這兩個恐怖的案例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以亞洲人來講的話 我們有分前三大皮膚癌症 他們的排名 最多最常見 大概接近一半以上的皮膚癌的診斷 是所謂的基底細胞癌 就是最左邊的這一個 他其實最有名的是一個 國外的一個演金剛郎的修傑克曼 他本身當時其實有說 他的這個皮膚上 反覆的長了這個基底細胞癌 然後有被開刀治療掉 所以這件事情 才讓大家了解 什麼叫做基底細胞癌 我要特別提一下 這三種癌症 其實每一種的惡化程度不同 所以當然假設有個醫生跟你講說 不好意思 你這個皮膚是屬於一種癌 你千萬不要今天晚上 到兩個禮拜內 全部都睡不著覺 基底細胞癌 在這三種裡頭 其實算是偏良性的 那特別可以用什麼方式做見別 假設你覺得你這個 像我剛剛陳醫師提到的 好像邊邊有珍珠樣的變化 你不是很確定 如果是癌症 通常因為它會有很多血管的增生 所以比較容易流血 所以假設你有一個 這個長得像痣的東西 一直在快速變大 它又很容易流血 那你就特別小心 一定要立刻去看醫生 好 第二種是所謂的菱狀細胞癌 它其實顧名思義 我們的角質層就是菱狀細胞 就像是痴痴痴痴癌 會有點皮屑 對 長得有點像脫屑的樣子 但它通常 因為它的這個長的位置 通常是在有陽光照射的地方 所以像表皮在耳朵 在這些外面 陽光照射到的地方 比較常見 其實最可怕的是第三個 就是黑色素細胞癌 它的發生率其實沒有那麼高 所以大家不要那麼恐慌 可是它發生起來真的很嚴重 剛剛素琴已經講了兩個案例 當時我分享一個 是我自己親自感覺到 這個東西它的可怕威力 那時候我在一個醫學中心的皮膚科 做實習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那個醫學中心的皮膚科 都是看重症病人 所以我們那時候所有的病人 主治醫師去茶房的時候 每個病人要嘛就全身都包滿了 那個紗布 要嘛就是每個全身都是 這個水泡在換藥 那我們就每個茶房 其實都整個人 全部都是被包得滿滿的 到了一床 這個人是個阿嬤八十幾歲 他就坐在床邊 微笑的看著我們 我心裡想說 前面的人每個都這麼淒慘 怎麼這個這麼好 就住在這個地方 那時候醫生就跟他回 就請我們大家這些住院 實習醫師來看一下這個病人 就請這個阿嬤把他的襪子脫掉 他在左腳上其實就長了一個 這個很像灰灰黑黑的顏色的東西 那時候這個醫師就悠悠的跟我們講 他說這個其實就是 所謂的黑色素細胞瘤 那我們已經做了 就是這個 就是這種 對 他就說這個病人 其實我們已經做了檢查 看這個黑色素細胞瘤 他已經轉移到什麼位子 他很幸運 還沒有轉移得很遠 所以只需要把整個左腳截肢掉就好 所以他是準備要截肢的 對 而且他是要截到這個地方 他是把整個大腿全部截掉 從大腿以下就截了 對 醫生說這是屬於比較幸運的 為什麼 因為他很容易全身轉移 所以這個病人還有機會救 他只是把腳截掉就好 所以那時候我非常震撼 原來這個病人他來 是整隻左腳都會截掉 而且這個在黑色素細胞瘤 竟然是已經屬於比較幸運的個案 可是如果我是80幾歲 我不要截了 是啊 所以 可是這個病人還是80幾歲 如果假設你是個年輕的人 你發現了這個黑色素細胞瘤 相對下 你就可以知道他的可怕性 是非常嚴重的 所以良性跟惡性 差別是很大的對不對 對 我相信聽到剛剛從素清潔 一開始丟下的震撼蛋到現在 你就會開始去找身上所有的痣 看哪一顆痣 現在有可能會病變 請大家不要自己嚇自己 我們在醫學上有五大標準 可以讓你看你的痣 到底有沒有可能變成癌症 這很簡單 我們就用A B C D的數字A到1 各有一個口訣 就在我們的下面 我們可以看一下 先同時看左邊跟右邊的圖 右邊的圖 先知道這個就是所謂的 我們有些惡性的皮膚癌 它會出現的樣子 左邊的圖 那個中間黑黑的那個點 那就是我們一般良性的痣 那到底該怎麼分呢 我們就把它用A B C D E 這五個東西來做這個 讓觀眾朋友可以知道 第一個A在英文叫Asymmetric 它就是看你的這個痣 它是不是對稱的 也就是說假設這個痣 它的邊邊 我們看右邊的圖 你有沒有看這個痣亂亂的 整個是完全不規則的 那這個就要小心 第二個是Border 看它的邊緣有沒有圓滑 Cover 對 所以我們看我們左邊的痣 它的邊緣是非常光 非常圓潤的 非常順暢的 可是右邊的圖很明顯的 那個規則已經變得 有點亂亂的 不是很清楚 再來是顏色 這個顏色 你看右邊的圖 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有很深 有很淺 有很深 有很淺 這種就要特別小心 它這種不規則的變化 很有可能 就是一個癌症的病變 再來 我們會看的是時間 所有的皮膚癌 我們都可以觀察一下 假設今天它快速的變大 你就要特別小心 你看像我這個是 從小到現在就沒有長大 因為我一開始的時候 就說臉上無好痣 所以他們就說我臉上有 北斗七星 然後那個算命就說要拿掉 不然就是什麼離婚 然後爛桃花什麼的 那我們就想說我們長得這麼美 也不是不可以 趕快把它點掉 然後點完之後 就說那這一顆是不是拿掉 因為化妝每次都拿掉 他說不用 他說你這一顆就是平整 有沒有 對稱 然後你看30年 後面的不算 30年了 其實40幾年 都沒有 好 越講越多年 好 就30 沒有變 我每年都會請醫師幫我看一下 當然我自己會每天觀察 就是對稱 然後有沒有凸起這樣子 對 然後沒有長大 所以其實黑字可以看你的五臟六膚 來 我們看一下 這個都是你本來沒有 突然長出來的對不對 它這個應該是長很久的 長很久 就基本上是小時候的這種 我們的體質的關係 所以就觀察就好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黑字 這種跟我們的身體健康有關係的 大部分都是半年內 忽然間增多或者是下降 我們還以為 長在眉心這個是性觀音 對不對 對啊 原來是呼吸系統的問題 呼吸系統應該很差 來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肅清 今天會來當來賓的都是有痣的 都是有痣的 看他眉頭有一顆痣 很大的一顆 而且這個也 我跟你講 這個也不是出生者有的 這個是小學三年級的時候 開始出現 出現的時候是平的 然後後來他就漸漸變大 到了六年級 他就沒再長大了 然後就一直維持到現在 通常這個就是肺 咽喉 傷過 受傷過 對的就是呼吸系統 他一定是肺有傷過對不對 有可能說 他之前在這個地方 有一些先天上的不足 然後後來加上你太聰明了 一天到晚唸書 認真 造成他這個地方 有點血熱的一個反應 可是他後來就一直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只要觀察就好 我們來看一下眼尾的話是肝臟 鼻中間是心腦血管 然後如果是眼睛下面這個地方 淚溝下面 淚溝這附近 這是膽 臉頰就是大腸小腸 下巴就是肾跟內分泌的這個系統 所以你會發現說 我們有些女生 她不是只有長斑 她可能長痘 長一些痣 她在我們的下巴 如果是痣你可能就是觀察 可是如果是長一些黑點 或者是一些我們所謂的這種 菊發性的 在每個月發生在這裡的話 你可能就要擔心說 她有什麼 我們說的巧克力囊腫 或者有些肌瘤 像剛剛麗華的 你是長在鼻子下面 有點靠近我們這個 鼻孔 鼻孔下面 可是要靠近我們的法令紋這裡 你可能這個腸子 一個是外側的是大腸 這個法令紋外側是大腸 內側的是我們的小腸 所以你比較靠近 我們的內側小腸這個部分 但是在這個 我們看到那個圖就會發現 這個鼻頭是屬於我們的皮胃的皮 然後這個鼻翼是屬於我們的胃 所以也表示說 我們的這個皮胃 這個部分也要去注意到 如果整個嘴唇 這個部分是我們的消化的功能 所以很多病人就是 譬如說 他有一些吃了一些燥熱的東西 花生 最近吃了很多 有時候你會發現 他好了之後 就會在上面展現一個什麼 黑色的色素 他就會以為是斑 其實你知道 跟皮膚還有一種關係 他不是治 各位你有沒有經常在公車上面 或者捷運上面 你看到那個 有的人那個脖子後面一條黑的 有時候你會覺得他沒洗澡 他很認真洗 他洗不掉 黑色橘皮 黑色橘皮 對不對 有沒有 有些男生 有些女生也是 就是這邊有一條黑黑的 就是感覺他是 就是這邊也白 這邊也白就是這條黑 是沒洗嗎 不是 他有洗 對 其實應該這樣講 就是皮膚上的任何的變化 其實你都應該要小心 我講的是突然間的變化 如果你說一個變化 已經十幾年了 在那邊都沒變化 其實就不用害怕 其實像蘇青的說 這邊好像對大的好像是肺 然後又說他有突擊 可是十幾年都沒變化 我相信那個就是沒問題 因為真的癌症 不可能擺十幾年 他都不動的 像你這種突然出現的 不管是痣或是臉 皮膚有哪一塊突然變黑 你都要小心 像這個就是特別的一個 大力度很奇怪 這個跟我們內部的器官 有什麼關係 你知道嗎 內臟的器官 你從外表看不到 等他有症狀的時候 常常都是影響到很大 可是有些 我就想常常講 天無絕人之路 有些癌症 他會放出一些訊號 他會改變你身體荷爾摩 一些分泌 像胃癌就是 他有時候會讓你 某些地方的黑色素 會稍微比較多一點點 就會造成他那個地方 這胃癌喔 對 這個地方 不能說每一個都會 但是胃癌有一部分的比例 他就會這樣 因為我們之前有個病人 他六十幾歲阿公 他來的時候 他就說他上腹部不舒服 被那個兒女帶過來 他來的時候要求 要我開一些胃藥給他吃 我就說 可是你這樣這麼不舒服 要不要做個胃鏡看看 我要求他做個胃鏡 可是阿伯說他不要 因為他覺得做胃鏡很可怕 我說那你做無痛的 他又嫌貴 因為無痛的還是要自肥 要時間多過他不要 他說他不要做 他說先吃藥 吃沒有效之後他再來做 我說也可以 可是等他轉身要走的時候 我就看他背後這樣黑一塊 我就覺得說 我立刻就問他兒子說 你爸爸以前有這樣嗎 他說沒有注意 但是從沒有看過 他也沒注意 他也沒看到這邊有一塊 他只是他印象中 以前都沒看過 我說這個這樣子有點怪怪的 我又再問他說 那你最近到底有沒有瘦 他說瘦了四公斤多 可是因為吃不好 瘦也很正常 所以我說 可是我就想說 可是因為有一些種種的跡象 我覺得有一點怪怪的 我建議你還是做胃鏡 就強烈牽建議他做胃鏡 因為我說 其實現在做胃鏡的技術很進步 那管子也越來越小了 即使你不是做無痛的 也沒有那麼不舒服 做完之後 對 睡完之後 一做胃癌第二期 還有救 對 還有救 所以我說這個就是因為 他的胃細胞還算好心的 他分泌改變身體的一些變化 讓你有一些症狀在外面 被警覺到 而且另外還有 你身上如果突然起 趕快把你的家人的 前面 後面拿去看看 對 但是大部分是沒洗乾淨 我要講實在話 大部分是沒洗乾淨 還有一種 我很怕一講完之後 一堆人來看 還有一種是糖尿病的病人 他也會容易造成這種 所謂的 在我們的皺褶處 會黑黑的 還有多囊性感 那個也會 那種糖尿病的 會比較像常在腋下 開蓋病 那個都會這樣 不過那是因為感染的關係 那他們會有一些 那黴菌的感染 他就會這樣黑黑的 還有另外一種是 身體長水泡 你以為長水泡是什麼 沒有 要嘛就是 要嘛就是過敏 要嘛還有什麼東西 大家就會以為是 偶爾有一兩個水泡 後來就消失了 對啊 也不會怎麼樣 對 偶爾就消失了 那個大概都沒關係 之前我們還有一個阿伯 也是這樣 他六十幾歲 對喔 他被他兒子帶來的時候 他為什麼還在找我 他說他懷疑 他背後長帶狀泡疹 我就說帶狀泡疹 他說多久 我說我問他多久 他說四個多月 不可能 帶狀泡疹 對 不可能 我第一個感覺是 帶狀泡疹 那是走神經 那是 很痛 我第一個感覺 就想說哪有人帶狀泡疹 再四個多月的 但是帶狀泡疹之後的神經痛 可以四十年 我以為是他來看 帶狀泡疹之後的神經痛 我就說那你讓我看一下 結果我一看 背後就還有小紅點小紅點 他兒子還一直講說 你看你看 就在背後還這樣長 這就是帶狀泡疹 我說那看就不是 帶狀泡疹長的是水泡 你那個是小紅點 我就看過阿伯 我說你這個很痛 他就說非常非常不舒服 他最近這一兩個兩個禮拜 已經快要不能睡 就是他躺下去 都覺得很不舒服 我說帶狀泡疹 哪有聽過 哪有到這種地步 而且也不會像過敏一樣 這邊都是小紅點小紅點 我說這完全不對 而且我看到阿伯 奇瘦無比 我說他奇瘦無比 我說你這個完全不對 我馬上去跟他做電腦斷層 胰臟癌 他那個是胰臟癌 往外吃的 往後吃的 吃到背後的皮膚 對 所以他想說 其實內臟的情況 我們眼睛看不到 他如果沒有產生一些症狀的時候 你是不知道 今天這期就是告訴各位 皮膚的任何的一些異常 你都很小心 你說皮膚癢 吃這個也癢 吃那個也癢 我告訴你 那就是癌症的症狀 沒錯 因為最主要像我們這裡有個案例就是 他就是去跟醫師講說他皮膚癢 然後就只講下面 就是四肢 他不講說其他地方癢 那醫生當然就會說 那你這個就是擦個藥就好 他就覺得這個醫生不夠 然後自己就去買成藥 他說這明明我們家人說 這又是橫桿腳 然後自己就去買那個塗香港腳 一直塗 兩年多之後回診去看那個醫生 那皮膚醫生說 你這整個都潰爛 然後他就說 就是沒有治好 所以才只有來找你 結果沒想到 醫生就說 這個可能要做一個 他就是從那個 他潰爛的地方 再把它切片 然後去做化驗 他說你這個要匯整整形科 他說為什麼 你這個是已經是癌症了 而且是 我們所謂的淋巴肉牙腫 那這個其實 他整個該病已經痛到 他不敢講 但是他只跟醫生講一半 就是我皮膚癢 所以說皮膚癢 在這裡要跟各位講說 其實就是我們身體的警訊 像有一個朋友 他就是 他也是算是我們的病人 然後他進來的時候 他是為什麼進來 他是因為在公司昏倒 那昏倒之後 趕快送進來 送進來之後 大家就跟他講說 他是怎樣 也不知道 然後問他他也沒講 突然上班上一半就昏倒 就送來 結果就檢查之後 覺得是腦瘤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們身體裡面有一些 在癢的時候 會有一些主治癢 跟我們所謂的蛋分解酶 然後他就會讓你皮膚 發出癢的警訊 可是他鼻孔已經癢很久 他沒有去注意 再來皮膚又癢 晚上睡覺才會癢 而且已經癢了半年多 他都沒有講 他都認為是過敏 所以等他真正發生的時候 才知道說 其實身體已經在發出警訊 然後等到醫院的回診 他昏倒的時候 送到醫院的時候 才發現其他已經是腦瘤的 所以其實我想這樣講完之後 剛剛兩位醫生也說 觀眾朋友看完 明天皮膚科都抱疹 對不對 也不是 如果他是一個比較長期都沒有好 你真的要好好的觀察 要注意 就算有變化 OK 另外一個就是說 其實我們比較擔心的是 心血管疾病的年輕化 你看成大20歲女生 就倒在浴室了 到底心血管疾病 在全球來講 一年有1770萬人死於這個 應該是死魚吧 沒錯 死於這個病 很可怕 而且現在年輕化 所以到底我們平常 怎麼注意這個事情 馬上回來告訴你 怎麼才20歲而已 真的 現在的心血管疾病 老實說他的發出年齡 確實很多越來越年輕化 然後你想想看 只有20歲 不過今天這件事情 要提醒兩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 開始入秋了之後 其實早晚氣溫會差異很大 氣溫差很大的時候 對心血管來講 是最大的危機 氣溫差很大的時候 如果你在洗澡的時候 沒有做好保暖的動作 因為有時候脫光了 在那邊等水熱 水又平日不熱等很久 他就使得浴室 成為你們家最危險的地方 為什麼 不論是年輕如這個 成大20歲的女生 或者是馬如鋒五六十歲 或者之前的茂伯 你有沒有發現他們共同的特色 都是急性的心臟病發作 而且猝死在他們的浴室 像這個女孩子只有20歲 所以平常會跟同學說 覺得心臟偶爾會痛痛的 可是很多女生都有這樣 你知道從林黛玉到西施 大家都心臟偶爾要痛痛的 去看也沒有什麼結果 那可是因為他算用功的孩子 他們要常常熬夜畫設計圖 所以可能常常在熬夜 那這個事情後來也沒有去注意他 直到同學發現 這還滿認真的 你怎麼會兩天沒有來上課 都完全聯絡不上他 後來聯絡了警方才發現 要必須破門而入了 因為找不到人破門而入之後 發現他在浴室裡面 然後因為他沒有穿衣服 儀式應該就在洗澡 跟我說的等水熱 有沒有 所以氣溫差 你不要覺得你年齡很低 還是一樣有風險 馬如鋒本來大家都以為說 會不會是前一天喝酒 然後導致他跌倒 可是檢方相驗的時候就發現 如果跌倒他應該有一些外傷 他發現他沒有明顯的外傷 反而是看起來 他覺得他頸部的臉 雙額 看起來有些死前沖寫 所以他覺得 他應該也是新陰性的休克 然後造成他一些缺血的跡象 然後最後死掉 然後像我們那個冒伯 他也是突然間也是在浴室 沒有人知道送醫的時候來不及 所以大家要注意 氣候變化很大 溫差很大的時候 尤其我們台灣 很多人的浴室是沒有暖房設施 麻煩你等水熱了 整個熱起來之後 再脫衣服開始洗 是 晚一點對不對 所以在急診室 也常看到這樣子的病人對不對 心血管疾病 沒錯 我們來的病人 大部分尤其是WHO 他有公佈說 31%都是死於 這心血管疾病的非常 而且一直在增加當中 那有1770萬人 都是在死於心血管疾病 那你知道光是中風 就有670幾萬人 那你想想看這好恐怖 那我們也覺得說 這些數字跟我們有沒有關係 當然有關係 都是在秋冬季節的變化的時候 我們身體 如果你沒有常常在運動 或者是你對這種忍熱 沒有辦法收縮很好的話 哪怕是一個40歲的年輕人 我們這邊有個案例 就是那一天我們中秋節前後 大家都知道 天氣有點變化 結果我們那個 那一天晚上開了6台的腦袋 其中有兩台 當然是腦瘤就沒話說 其中有四個 有兩個是比較年輕的 其中一個比較值得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我就是說他是一個40歲的送貨員 那一天就是他天氣很熱 然後他就出去送貨 送貨回到公司 是不是怎樣 很涼 很涼之後他又覺得很渴 他就趕快急速喝了冰水 因為喝下去之後 就頭有點痛 他就坐下來 他同事跟他說你先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他就跟旁邊說 頭很痛很痛 旁邊就好心人士說 我幫你刮痧 因為你可能中暑了 可能這個刮的動作 因為現在我們有兩個 沒有辦法確認 如果他刮是沒有刮對 還是說真的就是因為這樣一刮 然後又加上急速的冷 再加喝冰水 那又因為熱 冷 交替 造成他整個血管跟那個血管玻璃 就直接就昏倒 然後就送到醫院來 那他說就當場立刻呈現就是腦中風 然後我們就趕快做急診的手術 這是一個我們覺得非常非常遺憾的事情 不過其實刮痧有一個小小的撇步 跟大家講就是 你在刮的時候 刮背還可以 不要刮緊的 就是我們耳朵的正下方 原因是我們兩條主要的緊動脈 它就是從我們這個地方往上走 所以當假設你這邊本身已經有斑塊的時候 你一刮斑塊可能掉下來 往上跑 就變成腦中風 所以其實 我們不是會刮脖子後面那兩條嗎 那不行 那邊是最低動脈 你不能刮在耳朵下面 你可以刮到後面 不能刮到耳朵下面 對 尤其是這邊是最主要的 那後面有一個是這個基底動脈 也要特別小心 所以其實刮痧這個動作 主要是避開一些重要位置 這個地方是絕對不要刮 尤其是特別用力 因為我們這個地方 是最主要的緊動脈往上走 跟緊靜脈交會的這個地方 各位 朋友 你今天看得到 你不能亂白天刮 不然你真的害死一個人 這條不可以 這條可以 這個地方 它其實相對緊動脈再深一點點 所以只要你不要非常用力的刮 或者不要有非常暴力的方式 去刮傷 可是我們很多在路上看到 那個被刮殺的 就是這邊好幾條 對 所以我們一看來的話 是有一點捏把冷汗 其實我們覺得蠻恐怖的 其實像 來 美人姐我介一下你的頭 你可以向右邊看嗎 不是 不是 你頭向右邊看就好 你看 這邊會凸起來對不對 這邊會有一條線對不對 這邊有個三角 這邊有個三角 我們的那個緊動脈跟緊靜脈 在這個地方 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條不要刮 這邊一刮就是血管 但後面的最好也不要刮 當然後面那個椎體動脈 是不容易刮傷 除非你非常瘦 因為那個地方比較深一點點 所以其實在我們西醫的觀點 我們都不建議人家去刮脖子 所以不能動 最好不要動 最好不要動 對不對 太危險了 也是這十年來 敢把我的頭這樣轉來轉去 也只有這樣意思 難言不懂 如果發現這個 怎麼樣可以救回來 沒有 其實這個就是要趕快送醫 因為所謂的中風有黃金期 如果今天也是缺血訊的中風 我們會要求 希望在三個小時內 把你血管打通 還有機會 就跟現在到處 現在的技術很進步 就是你栓塞 我們就想辦法慢慢打通 那如果急救合宜的話 是不是真的可以救回來 對 其實我常常講 現在最近常常在推行AED 就是自動驅戰器 到處都有 真的希望大家都能學會怎麼用 因為當你心率不整的時候 當你急性心肌梗塞的時候 常常會產生急性的心率不整 如果你周圍有個AED 你接上去 你不用會判讀 他會自己跟你講 他會自己跟你講 可以電擊 你就趕快電擊就好了 按下去就是電擊 就結束了 那個病人就有機會回來了 因為我們這邊有個病人 他五十幾歲的一個女性 他其實這幾個月 常常會叫手麻 你手麻的時候 你會覺得是什麼 五十肩 第一個五十肩 第二個你一定覺得頸椎有問題 所以那個病人就是這樣 他就開始去做復健 也去那邊到處外面 給人家這樣子按摩的地方 他就是一個家庭主婦 可是弄了半天都沒有好 他最近就越來越不舒服 然後他先生就跟他講說 那你是不是最近就是 不要做家事休息一下 這五十肩不是要休息嗎 你真的不要做 可是你知道嗎 我們台灣女性都很勤勞 就也不想 也不願意請別人 也不願意麻煩媽媽 他還是自己做 那一天禮拜六的晚上 他在那邊坐晚餐 坐坐坐 突然在廚房就砰 就倒地 倒在路上 他先生剛好在客廳 聽到聲音馬上衝過去 他先生真的還不錯 因為他先生會 有去上那個基礎的 生命急救宿 他會壓心臟 他會CPR 他就叫他的兒女 馬上call119 他就一路CPR 一路CPR 因為CPR到救護車來 救護車來就有人 就有EMT 就有人繼續CPR 吸到我們醫院來 馬上做 有回來喔 吸到醫院來的時候 他心臟學校已經回來了 馬上做那個導管 就看到他真的是心機梗塞 打通回來 完全恢復正常 從他家到我們醫院 其實已經花了二三十分鐘 可是他還是完全正常 就因為他CPR做得好 所以我才說 其實要小心 就CPR真的是一個必備的技能 還有使用AD也是一個必備的技能 這個女生為什麼會這樣 大家常常聽到那個心肌梗塞 都是胸口如大石對不對 但是我告訴你 那是男生 女生的心肌梗塞 其實最近那個衛福部 他們有在電視上打一支廣告 我覺得他非常重要 女生有可能是牙痛 有可能是肩膀痠 有可能是手麻 女生的心肌梗塞 就是不點心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你看看我們男生很可憐 我們男生比較到年紀大的時候 都是中廣型 代表什麼 男生的脂肪堆 女生是用力減肥 不是說女生 但是不太一樣 女生天生堆積的脂肪堆積的型態 就跟男生不一樣 男生會比較集中 所以他血管的那個酸塞 他就是 他會在某一點 就堆在那邊 所以他一旦發作 他就是很sharp的 就是塞住 可是女生 可是你只要把那點打通之後 後面就整個通了 可是女生不一樣 女生他的血管 那脂肪堆積是整條慢慢的 所以等到有一天 他整個塞住的時候 他就是非常嚴重 可是他的前期 他就會因為 他的血管是整條在變厚 所以他就會有一些 不點心的症狀一直跑出來 可是那時候你不會想到 你是心肌梗塞的 因為我們心肌梗塞 給大家的教育就是 胸口如鴨大屎 所以說女性真的要小心一點 所以很多女生覺得 我沒有胸口鴨大屎 因為他就是F罩杯習慣了 對不對 他只有睡覺 他只有睡覺的時候 胸口鴨大屎 那個沒關係 可是之前有個女生 他就是睡覺的時候感覺到說 他以為說是鬼壓床還是什麼 因為他那段時間 常常會覺得有夢魘的感覺 就是說是不乾淨 被驗住了 後來也發現其實就是 他是心肌梗塞 只是他不是那麼塞全面性的 非常謝謝吳醫師 今天要提供我們的觀眾朋友 這個腹心 屈寒腹心香包 因為知道其實我們 對嗎 腹心漢就很討厭 腹心香包 還屈寒 對 因為你知道嗎 其實我們今天除了要腹心 給他聞 然後還可以敷之外 我們要先做一個 先有一個基礎的準備工作 好 所以我們要先找到 我們有一個心疏 心疏我們先把這邊 突出的地方 對突出的地方 這個叫大椎 可是我們今天不是在 這個大椎上面掛 我們是在心魚又叫心疏 它是在我們胸椎第五椎的地方 如果你不好找 你就找 我們這邊不是有個 肩胛骨 肩胛骨 中間這個地方 然後先找到脊椎 脊椎旁 1.5吋 1.5吋的地方 各邊都有1.5吋 然後先把它抹一點油 對不對 都不要忽視 因為其實我們先把它油弄好了 其實我們很多病人 他是老人家 或者是年輕的 他其實都有在看 因為他們都是心臟不好 其實都有在看心臟科 可是老師覺得時間到了 季節到了就不舒服 那不藥也吃了 可是我還是不舒服 這個時候 我們就會怎麼 來來來 我們用一點這個護腥的 所以我們剛剛不是用了油嗎 然後我們就可以在上面給它滑罐 把它氣給它放 然後就開始滑 從上往下 或者是從下往上 稍微給它做一下 然後通常我們會 還有一個方法就是 我們先把它拔好以後再來刮 也是一個方法 那我記得我有一個病人 他才32歲 他二間半 三間半都脫垂 他走到路上有一天 忽然間就暈倒了 送到醫院才發現這麼嚴重 然後他以後就不敢什麼 一個人出來 後來看中醫的時候 都是媽媽護衛著來 後來給他調高一個程度的時候 他自己來 這個時候 每次我給他做保養的時候 就發現這兩個地方超黑的 而且他會跟你說 我老覺得這個地方 有一個好像有一個冰 一個冷氣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把它設計 這個護心的香包 所以這個香包 今天要送的就是這個香包 你再放微波爐 讓它加熱之後 兩分鐘就好了 對 熱熱的 然後就給它 我們剛剛不是這個已經那個 有沒有發現 有沒有 所以最近我們的這個 麗華小姐特別的什麼 所以你會發現 特別的顏色 所以這個包就是這樣子敷著 直接這樣敷著 那你當然要用熱熱的 那是敷完了之後也不要丟掉 我們可以拿來泡澡 泡角 是 這可以用幾次 這個可以用到它顏色淡化的 沒有味道了 我現在的 所有觀眾朋友的 我做成這樣的一個香包 它可以帶著 因為你會聞 聞聞看 它很像那個香包 端午節那個香包 對 而且它會開你的竅 所以它也可以熱敷 因為它裡面有八種藥材 我們可以用黑豆 也可以用到紅豆 還有鹽巴 然後會有這個丁香 艾葉 桂枝 還有我們的這個薄荷 老薑 跟那個貨香 那種下去 本身你在聞的時候 跟它都有它的效果 這個重點 大家上網 我們會公佈在粉絲頁上面 謝謝 馬上要來介紹的是秋冬的進補 要補隊 你不要補到都是火器 所以我們今天找的是 我們最熱愛的藥膳專家 還來到現場 介紹一些我們在秋冬可以吃的補 好 我們請到的是 許財旺師傅 許師傅 你好 你好 你給我錢 美人姐 對啊 大家都這樣稱呼 不好意思 那第一道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玉品牛肉 這個是用清燉的 這個是用美國牛肉 那個潤煎鯉雞 它有帶那個半清半肉 這個主要就是補氣 養水 這個非常好 我告訴你 牛肉湯是最補氣的 對不對 然後這個湯 這一般我們都是燉了 差不多一個小時就夠了 那個口感都非常的好 你只放薑 薑跟當歸 怎麼可以這麼好喝 對 因為這個燉牛肉就是要小火 不能大火去燉 就是先汆燙好了 然後那個大骨湯 開了以後那個牛肉下去 就轉小火慢慢燉 一個小時 好喝 像要錄影 我們是抓50分鐘 來這邊再加個熱 剛好 這是補什麼的 像一般牛肉本身是補稀 然後體力比較差的 增加免疫力 再好像一般像洗順的 回去體力會很差 我們都建議它吃牛肉 喝牛肉湯 如果它沒有時間燉 用汆燙的也可以 買比較好的牛肉這樣 切薄片汆燙 吃一吃大概兩個小時 就可以恢復體力了 真的 非常快 天啊 我看到了 這不會就是桃椒吧 對 這個是桃椒 這個是桃椒 我們就用這個做了 朋友 我告訴你 在台灣你只買得到這種桃椒 對 我很少看到這麼晶瑩剔透的桃椒 桃椒是一種在樹上面分泌 桃樹上面分泌的那個樹脂 這個軟Q軟Q非常的養顏 這種高級的桃椒軟Q軟Q 對 這個一兩要多少錢 這個 台灣的這個 這個算金的 算金的 OK 不貴 這個就貴了 對不對 這個價錢就比較 桃椒價格分的差不多15個等級 是 桃椒的功用 因為很多人 本省人比較少用桃椒 外省人比較用桃椒 桃椒的功用是什麼 桃椒一般就是美濃養顏 健胃也可以 像一般就是通常潤便 也非常的好 知音 潤肺 知音 潤肺 它的功能會非常的多 哪有人這樣子燉桃椒的 滿滿的 一般都是撈起來有兩顆而已 好厲害 你這個紅紅的是 這個桃花 桃花是紅的 我們都吃到黃的 一般都是黃的 比較多 紅的比較少 這個是雲染的那個紅桃花 我跟你說 台灣的藥膳 這個鮮的印刀的東西最特別 這個煮的就是加冰糖 冰糖有知音 也是知音論會的 還有血蓮子對不對 海藻糖 為什麼要加海藻糖 海藻糖一般有的就是說 吃甜品比較容易 會使到逆流 然後加個 比較不會造成生產 海藻糖就不會了 它就是可以放心的吃甜品 然後加一個那個血蓮子 主要是 因為血蓮子 這中藥稱為那個皂椒米 然後這個就是血蓮子煮好 它有那個 那個湯汁就比較潤滑的作用這樣 你看喝什麼珍珠奶茶 這個粒粒都珍珠 沒有這樣玩的 這個不可以比的 真的沒有這樣玩的 這桂花香到一個 而且那個桃椒可以 有那種口感 然後又有那種膠質 你知道嗎 那個是純天然的 我的媽呀 這沒有客兩碗怎麼可以 可以做鹹的 也可以燉雞湯 OK 所以燉雞湯 就是花的時間要比較短 燉雞湯 Oh my God 我們都用桃椒燉那個綠豆仁 夏天的時候非常好吃 這個夏天吃涼 吃冰涼的 冬天吃熱的都可以 這是什麼 這個是羊羲 羊肉本身是一個補羊的食品 秋冬就是要吃羊 對 所以我們這個羊肉就是用乾薑加川穹 乾薑 川穹 手地 還有杜咒 還有八角 八角只有一點點 然後加一點胡椒 就這樣 對 這樣就很厲害了 我們看一下 這是哪裡來的羊 Oh my God 這整個羊的膝蓋 Oh my God 你知道我在這邊燒的是 沒有 我有切好了 下面有切好了 你怎麼知道我要吃 Oh my God Oh my God 你這樣怎麼吃 然後這個肉是要吃的嗎 對 肉要吃的 骨頭 Oh my God 我的媽呀 不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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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捷的形象 不好看 我要吃一塊 你也有肉了 大家口水實力 你知道我們在這邊有多可憐 那個香氣有多濃硬 你以為我們這裡有多遠嗎 沒有 我們也會聞到 這裡比較近 因為羊肉本身 冬天怕冷的話 多吃羊肉 冬天就不怕冷 好吃嗎 好吃嗎 江醫師嘴巴開開的 沒有 我剛剛有鼻子 聞不到 你這個羊是哪裡來的 怎麼會這麼好吃 澳洲的 澳洲羊 我覺得不喜歡吃羊三味 人可以考慮 因為它這個羊三味就很淡 不會 我們什麼都吃 然後這個湯 這是補什麼 這個是補什麼 這個主要像秋冬 然後氣血 有時候循環比較差 可以促進血液循環 然後滋補 所以主要是補腎氣 腎 這很重要 就不怕冷 太棒了 所以羊肉本身是一個 補羊分好的食品這樣 因為你帶回去也很麻煩 你人走就好 我來幫你處理 謝謝徐師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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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冬最怕咳嗽 真的 老實說他們為什麼都說 秋天要養肺 因為秋冬季節變化 也剛剛好是我們一些病毒 他們要開始 興風作浪的時間了 而且這個病毒 遇到不同的人 老實說真的風險程度 可能從很小到很嚴重 你看像之前許若萱 就在她的那個發布說 她已經覺得自己快咳掉半逃命 她是在求救說 誰可以來救救我 因為她一咳 就咳了一個多月 然後她那時候說 咳到化痰藥什麼都吃了 然後還去吊點滴 可是還是沒辦法 而且她戴著口罩 照顧她小孩 因為咳不停 所以醫生怕咳嗽 病人也怕咳嗽 有時候這種咳到隔壁的人 都會把你踢下床 妳要說的妳就說幾句 對 頭髓怕咳嗽 醫生怕咳嗽 白人也怕咳嗽 頭髓才會咳嗽 真的很恐怖 可是如果只是咳 只是不舒服 因為看她的情況 她並沒有嚴重發燒 她就是咳不停 那咳不停可能是後續的 可能生活品質的差異 可是你說瓜哥就很顯 因為她那個時候其實是 在廈門出外景 她那時候節目在那邊 對 然後一開始就發燒感冒 老師我覺得藝人去外景 發燒感冒 就忍著先 整個到後來是因為 不僅燒而且她開始喘 喘是一個很重要的徵兆 她開始喘起來之後不對 趕快去掛急診 幸好她有這個概念 她跑去我們教醫師他們醫院 在廈門的那個分院 去過了急診之後 就發現說 不只是發燒感冒 她已經肺炎了 肺炎開始有喘了 所以趕快治療 幸好來得及 可是後面那個女生 如果你是有過敏的體質 你本來支氣管就比較不好 然後你就是有一些人家 還沒感冒你就先過敏 這群人就要特別小心 因為空氣不好 再加上流感病毒肆虐 這個小女生氣喘 然後所以她感冒的時候 合併她氣喘的結果 她最後是呼吸衰竭送醫 所以大家要特別小心就是 覺得好像小感冒 但是小感冒一個控制不好 老實說 有些人呼吸衰竭有人喘得要命 甚至有些人心臟就停跳了 而且你知道這個肺炎 最怕是老人跟小孩 對不對 莉華 沒錯 而且我們在這邊要講是 尤其是這個季節 我們要宣導 就是最怕除了肺炎之外 還有一個肺炎鏈球菌 我們現在要講是有一個小朋友 這個小嬰兒真的是蠻令人感傷的 她就是剛好雙滿月 然後大家都會做一些慶祝 對不對 然後是不是就大家來抱一抱 好可愛 這樣子 然後可能就是沒有注意到有人 譬如說手沒有洗乾淨 或是有一個戴口罩的那個人 他又靠太近 在一個群聚跟一個close的環境之下 那個小朋友三天內 就發燒送醫院 結果就發現他被感染的肺炎鏈球菌 肺炎鏈球菌是非常非常的危險 是因為他幾乎死亡率是25到30% 然後幾乎我們小朋友 我們大概每年秋冬以後 最怕是這種病人 因為一進來江戶病房之後 不到大概一個禮拜 就要進我們的開勞房 去做切肺的動作 後來這個小孩是切肺 對 幾乎被感染到的幾乎都是要切肺 那如果能夠存活下來的 他就是不是痙攣就是智障 還有就是說他有一些後遺症非常的多 那個小朋友是因為被親吻 然後被傳染感冒之後 變成了肺炎鏈球菌 那肺炎鏈球菌 我們在這裡強調剛剛講的是小孩 那也有老人也是很危險的 老人就是剛剛講的 酷酷掃掃掃 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麼掃 那他可能就是在他的肺部的支氣管 跟他的肺 他整個這個支氣管擴張了 所以他可能沒有力氣再去排毒 或是怎麼樣的情況下 他也被感染了肺炎鏈球菌 結果這個阿伯 65歲的阿伯 進我們開勞房之後 是靠了氣切之後 才讓他存活了下來 那他也是因為呼吸這個整個喘 然後到急診來 那也是因為肺炎鏈球菌 所以這有兩方面 第一個 如果我們人家生小孩滿月什麼 小小孩的話 我們看就好了不要去抱 不要去鬥弄 第二個 如果你是新生兒的話 你寧可做一個很孤僻的媽媽 不要人家碰你的小孩 對 那你就會說不行這樣會孤僻 小孩生命是你要痛 是你要照顧 寧可被罵孤僻 你都不要把小孩撲出來電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那個風險很大 那另外一個 那這個小孩有沒有打疫苗嗎 其實我們 他剛剛講到兩個 剛剛聽到一個叫肺炎鏈球菌 他其實是有一支疫苗 但是另外有一種叫做流感 流感疫苗即將就在今年度開始 這個月開始 我們就開始有個公費全面施打 那我想問各位 你覺得流感疫苗該打嗎 該 該嗎 不同的意見 我們待會兒回來討論 剛講了10月15號開始公費疫苗 開打了對不對 是 大家都認為應該打嗎 我是會打的 也一定 我們是被強迫要打 來 告訴我們 我先提一下 就是說其實到底該不該施打 我先講一下這幾年 我們再加一科 或是在一些大型的醫院 你會發現流感合併重症的病人 數越來越多 而流感最害怕就是他合併重症 好 流感該不該打 我們發現這些重症的病人 回去看他都沒有打流感疫苗 所以第一件事情是 如果你今天你自己知道 你的免疫力比較差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有寫幾個族群 這些就是我們預設 他其實免疫力會相對下降 或他保護力比較低的族群 第一個 成人 尤其是長輩 尤其我們認為50歲以上 其實你就可以施打 所謂的流感疫苗 第二個族群是新家的族群 是孕婦 孕婦可以打 孕婦是可以打的 孕婦跟這個六個月以下的嬰兒 可能不是嬰兒打 是讓媽媽來打 來保護這個小孩子 女的媽媽傳染給小孩 對 再來就是我們講的 這個嬰幼兒的部分 也要特別注意 還有一種就是像我們醫生 我們醫生其實每年 都一定會施打所謂的流感疫苗 所以其實流感它不是只有 流感疫苗不是只保護自己 你也可以保護你的家人 所以第一件事情 你該不該打 就看你的身體狀況 這段時間好不好 如果你身體狀況 是免疫力比較低的 其實我們就建議施打 可是你會發現這個族群 其實忽略了一個族群 就是所謂的青壯年人 我們發現這幾年 2016年死亡率有接近一半 是青壯年人造成這個 嚴重的併發症 像我就講一個 因為他們都沒打 對 想一個40歲的女孩子 這個人她其實帶了三個小朋友 三個小朋友都去打流感疫苗 就只有這40歲的媽媽沒打 結果她自己中了流感 她一直應撐 很不幸的最後這個媽媽走掉了 就留下三個小孩子